两年后,红丽邪后宫嫔妃,来到圆明园为太后助手,应若满心期待可以再见到明玉,先皇后去世后明玉就被调到纯妃跟前伺候,这次明玉也会陪伴纯妃一起来到圆明园为太后助手。 英洛因为可以见到之前同在长春宫伺候先皇后的明玉而满心欢喜,可见到明玉后明玉对英洛的态度却十分冷淡,于飞的态度也与之前大不相同五八哥的母亲。 夜晚袁春梦看到发呆的英洛出言,而未到宫里的女人并不像英洛想的那般单纯,人也都会变态。 袁春梦还送了一只发簪给英洛,并嘱咐英洛一朝天子一朝臣,现在已经不是先皇后再时了,现在的皇后是二拉时。 要英洛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英洛很是困惑,为何一直心直口快,那明玉会变成这样? 英洛再次寻得机会与明玉见面,明玉却还是态度恶劣出言讽刺英洛。 情急之下英洛抓住明玉的手臂,却发现明玉疼得浑身发抖。 尽管英洛再三追问明玉,还是不愿意说出事情,只是提醒英洛纯飞,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英洛。 暂晚英洛回到住处就遭遇刺客暗杀,幸好英洛早就准备财性免遇难。 袁春梦及时赶到,抓住了刺客,并发现此事并不简单,询问英洛是否知道是谁要杀他? 英洛自知是谁要加害自己,但为袁春梦说明此事只是冷笑了一声。 英洛心中更加疑惑,为了弄清事情原委英洛设计在先皇后攻向前寻得机会向皇帝化。 趁先皇后托梦给自己想吃明玉做的姜米年糕可自己不会做,英洛又开始设计红利了。 皇帝文言下指招明玉做姜米年糕供奉在先皇后攻向前,纯非接到皇帝执意,威胁明玉不要乱说话。 明玉来到小厨房看到英洛,指责英洛不该这样冒险与自己见面。 英洛发现明玉虽外表看不出任何伤痕实则伤得很重,英洛想带明玉去见皇帝可明玉不肯。 情急之下英洛只能割伤自己请来叶大夫为明玉诊治。 叶大夫诊治后从明玉身体里取出树根细针,并对明玉说取出的针只是表面的针,可能还有针已经介入肺腑。 这也成为后来明玉选择自杀的原因之一。 明玉向英洛说出纯非之所以这样对待自己,是因为自己发现了七八哥与先皇后之死,都是纯非设计陷害。 可现在纯非正是圣宠之时自己又没有证据。 很难让皇帝相信自己所说,知道实情的英洛此时,却平静地对明玉说,我一定会保护你,我一定会报仇。